車場內的幾輛車都被人淋起漆水 車友被起了出來 車頭燈都有損毀的痕跡 這個位於天水圍網井村的露天停車場 星期二清晨6時多有多輛車被人破壞 有事主的車cam 懷疑拍到 一個戴口罩的男人凌晨2時多 在停車場內徘徊 而這個停車場近一個月內 最少被人破壞三次 這次就拍到口罩男單獨離犯案 第一次有刺噴一下 就有炆油 就不是太蠶食 這次又嚴重 這次是停車水 這次是否有十六輛車 也有十幾輛 拍到幾點鐘 有個人撒著東西入 即是在外面拍攝 拍到撒著東西走 這輛車就放在籃球場前 就是逃過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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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倒走男人 就是一個人做 一個人做 據了解 車場內有十三輛車租受到破壞 警方接報到場調查 將案件列為刑事委會案處理 涉事的停車場 據知是由聖鄧的地主 以月租800元出租車位 並且有列明飛往鄭村原居民禁止在這裏拍車 再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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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廣告 撒下 車內